世界上最可怕的十种昆虫 子弹椅竟只能排第九 其中一种昆虫 每年能杀死六十万人 昆虫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少有能直接致命的 今天 阿军罗列的这些昆虫 不仅能致命 并且它们的叮咬 还会让你异常的痛苦 如果你在户外看见这些家伙 请立刻远离 那么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最可怕的昆虫 第十名 咬指虫 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生昆虫之一 其甲鞘宽大 直到位于背部的巨大组织 它能高效地在水中游动 且有强大的捕食能力 通常以其他昆虫 甚至小鱼和蝌蚪为食 咬指虫 运用其前两只族来抓住猎物 然后通过挥撞口器 将消化液注入猎物之中 之后再吸取溶解的肉质 它们在捕食时 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速度 常被人称为水上的老虎 尽管这些昆虫 看起来有些吓人 但它们并不主动攻击人类 不过 如果感到受到威胁 它们会使用挥撞口器 进行防御性咬合 这种咬合可引起人类强烈的疼痛 有时 当遇到较大的动物或人类时 它们会装死 并且会从肛门中排出液体 因此 人类认为它们已经死亡 但后来却复活 不过 在一些亚洲文化中 摇指虫被视为美味的食物 在泰国和柬埔寨 人们会将它们炸成零食 或者炖汤 被认为是一种美味的菜肴 这种美味的食物 你确定不尝一下 最可怕的昆虫 第九名 子弹蚁 你知道 什么叫24小时不打烊的疼痛体验吗 那就是被子弹蚁 咬一口后的感觉 疼痛 持续整整24小时 让人无法忘怀 这种大块头的蚁 分布在中美 南美的热带雨林中 体长可达惊人的2.5厘米 话说 它的名字叫子弹仪 可不是随便来的 你知道被子弹击中 是什么感觉吗 当然 我也不知道 但我想 被这种蚁 咬一口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它的毒液强度 你猜怎么做 跟烙铁似的 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这个世界上 也有不怕它的人 在亚马逊雨林的土著部落中 想要成为大人的男孩 需要经历一种叫做 手插椅窝的仪式 具体操作 就是把手 塞进一只 充满子弹椅的手套里 经受着满手的疼痛 所以别人的小孩 都在玩亡者 而他们却在玩疼痛 最可怕的昆虫 第八名 塞灾营 这种苍蝇的一次叮咬 就足以导致致命的睡眠 是一种主要生活在热带非洲的大型叮咬飞虫 它们通过吸食脊椎动物的血液来生活 以其传播非洲昏睡病而闻名 非洲昏睡病 是一种由原生动物产生的疾病 会导致昏睡和死亡 塞灾营 在叮咬人类或者动物时 会将这种疾病通过它们的唾液 传播给被叮咬的宿主 常见的症状是感觉异常疲劳 这种病会影响大脑 导致性格改变 混乱和协调能力变差 现有的医疗治疗手段虽然有效 但如果病情已经影响到大脑 那么治疗就可能会带来危险 甚至有永久性副作用 最可怕的昆虫 第七名 嘴唇亚虫 俗称接吻虫 没错 这种虫 就是专挑你的嘴巴下口的 当它咬人时 会留下致命的毒素 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长期疾病 引发类似流感的症状 这种疾病没有治疗方法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 它会导致心脏增大和结肠变薄 这种虫子 被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所吸引 这就是大多数被咬的地方 都在嘴周围的原因 它们的咬伤主要发生在夜间 据说它们对被咬的区域产生了麻醉效果 即你再被咬时不会感到疼痛 但不要因此感到庆幸 因为你第二天醒来照镜子 可能会看到两根香肠挂在脸上 最可怕的昆虫 第六名 秘鲁巨人蜈蚣 巨型蜈蚣 是一种体型较大的蜈蚣种类 它们有强大的脚和巨大的下颚 能够突然攻击 并捕食较大的猎物 例如老鼠 鸟 青蛙 甚至有时候连小型的蛇 也能成为它们的食物 巨型蜈蚣的下颚 还有大量的神经毒素 能导致横纹肌溶结症 急性肾功能不全 和蛋白尿 甚至心肌梗死 如果被蜈蚣咬伤 应立即冲击伤口并就医 如果条件允许 建议保留蜈蚣标本 以便医生判断毒液种类 并进行相应的治疗 此外 据说人类曾经捕倒过一条 长达0.62米的巨人蜈蚣 这消息尚未被科学证实 但就体型而言 巨人蜈蚣 确实是蜈蚣中的佼佼者 最可怕的昆虫 第五名 澳大利亚禄斗网珠 禄斗型蜘蛛 被视为毒性最强的蜘蛛 被它咬伤 会引发肺水肿 并在15分钟内就会死亡 它的牙齿极其锋利 足以穿透人类的指甲 极其具有侵略性 一旦受到打扰 就会抬起前腿 并不断咬受害者 研究显示 游荡的熊性禄斗网 蜘蛛 占所有禄斗网 蜘蛛 对人类致命叮咬的绝大部分 虽然熊蜘蛛的体型 比磁蜘蛛小 但其毒液的毒性 是磁蜘蛛的五倍 并且 这种蜘蛛的寿命还很长 其中 磁性蜘蛛 可以活十年 如果你生在澳洲 那上厕所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种蜘蛛喜欢潮湿的地方 所以 马桶也是它们的最爱 最可怕的昆虫 第四名 日本大黄蜂 它是毒性极强的风味动物 成年日本大黄蜂 体长约四厘米 一展约六厘米 因其巨大的体型 被日本当地居民 称之为大麻雀蜂 日本大黄蜂 一般不攻击人 可是一旦被它用刺刺中 那就极度疼痛 那种感觉 就像一枚火红的钉子 扎进了肉里 被大黄蜂刺中者 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 就会死亡 日本每年约有四十人 死于大黄蜂的攻击 并且 一旦你激怒它 它会对你穷追不舍 经常会追赶十公里 并且 它们的飞行速度 高达四十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两条腿 那只能想想 哪家医院最近了 最可怕的昆虫 第三名 猫毛虫 如果仅从视频上看 很难将它与昆虫联系起来 你看得像什么 国外媒体 调侃它为川普的头发 因其身上密集的刺毛 毛茸茸的 和猫身上的毛发有点像 故称之为猫毛虫 但可不要被它看似可爱的外表欺骗 因为一旦被它的刺毛折到 简直痛到骨子里 甚至可以痛上十二个小时 或者直接休克 猫毛虫的毛皮底下 藏有毒性极强的小刺 并且猫毛虫 脱落的外皮 都能刺伤人 且刺的毒性 会随着猫毛虫的大小而增加 直到它蜕变成 同样毛茸茸的南方龙鹅 有被真实刺到的人述说 感觉就像灼热的小刀穿过 你会同时感觉到 被刀穿刺穿的感觉 和被烙铁灼烧的体验 最可怕的昆虫 第二名 非洲化蜜蜂 又名非洲杀人蜂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已经有几百人 被这种毒性极强 凶猛异常的 蜂火火地折死 至于在这种蜂的攻击下 死于非命的猫狗 和其他家畜 更是不计其数 它会分泌性吸塑 只要你打死了一只 那么其他同辈 就会收到信号 到时候会有几百只 追着你跑 它折人速度之快 在巴西 曾因有人捅了蜂窝 导致整个村庄的人遭殃 在三个小时内 竟有一千余人 总共被折了六万多下 平均每人六十几下 它会分泌心脏毒素 同时容血性极强 会影响血管收缩 最终会导致心脏 或者肾脏功能衰竭而死 最可怕的昆虫 第一名 马里特帕虚蚁 这种虚蚁 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昆虫 半数致死计量为 每公斤0.12毫克 十二次叮咬 就能够杀死一只 四斤重的老鼠 仅仅7.2毫克的毒液 就能杀死一个 六十公斤的成年人 但抛开计量 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因为其个头较小 其携带毒液量 更是少之又少 加上马里科帕 虚异的攻击性并不强 除非你主动去倒人家老巢 要不然 几乎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即使如此 只要被一只咬了一口 也要忍受长达 七个小时的疼痛 况且这种蚂蚁 都是成群结队的 所以在野外 看见陌生的昆虫 最好别好奇地靠近 最可怕的昆虫 第0.0 蚊子 这种大家在日常生活里 经常见到的东西 之所以把它排在这里 并非是其毒性的巨大 而是因为 它基础数量之多 毕竟量变产生质变 其每年因它死亡的人数 高达60万人 然而 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毒性 但每只蚊子 都可能是潜在的致命疾病携带者 这就跟买彩票一个道理 蚊子多了 总归有一只 携带了致命疾病 比如登革热 黄热病 悉尼罗病毒感染 日本脑炎 白猴细胞软病毒感染 样虫病 疯疹等 所以 适当地做好防纹工作 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所有内容 你认为哪种昆虫 才是最可怕的呢 欢迎在下方 留下你惊世骇俗的评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 进入我的主页 有更多精彩视频 等着你的审阅 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